《爱需要沟通》 有时候我觉得画画这件事情呢 能够表达自己 它真的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有一个孩子呀 他就是用画画的这种方式 来做一番交流 就是来表达他的家庭交流中的一些现象 我们现在来分享他的这个故事吧 《爱需要沟通》 这是他给他的书起了一个名字 这个孩子的名字叫马奥良 然后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小学生 然后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吧 他说今天我要说说我家里的事 然后我拼了一个乐高玩具 哎呀拼得不容易 满头大汗的 我想把它送给我的姐姐做礼物 但是呢 我送去的时候 我姐姐正在睡觉 然后我打算悄悄地 把这个礼物放在姐姐的卧室里头 我就离开 你看他画的姐姐可有意思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姐姐睡觉的时候嘴里那是什么呀 他说我姐姐睡觉的时候 刘哈拉子呀 我观察过 真的是 然后她姐姐睡得很嗨的 然后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刚要关上门的时候 我的手不小心触碰了CS枪的开关 啪啪啪 枪声大作 把姐姐给吵醒来了 于是姐姐很生气 就追着打我 你看他姐姐的样子 追着拿鸡毛胆子打他 然后 哎呀 他说我 我在躲闪的时候呢 我的头撞到了沙发的脚 哎呀 好疼啊 然后老妈来了 骂了我一动 你看妈妈的样子 手插她腰里 你怎么当弟弟的 然后又骂她姐姐 你怎么当姐姐的 怎么怎么 他说我很不开心 因为在老姐的心目中 我是一个讨厌的孩子 然后 我给大家说说 我第二件事吧 有一天呀 我正在家里啊 正要布置 这个做老师布置的作业 这个时候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是美术作业 于是呢 我找到我的乐刚小人 把他摆在面前 我打算照着乐刚小人来画 结果呢 哎 画了好久 该到吃晚饭的时间了 妈妈来叫我吃晚饭了 结果呢 发现 这些乐刚玩具 还摆在那儿呢 妈妈就很生气 然后狠狠地骂了我一动 你们看妈妈的样子 两个眼睛 那个样子 然后 啊 你怎么怎么 不做作业 怎么不做作业 你就在玩乐刚 你一天就知道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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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各位妈妈 你们的孩子 做作业的时候 你们也这样训过孩子吗 你看孩子画得多真实 然后 还把我的乐刚小人给扔了 扔哪儿了呢 看到吗 垃圾站 然后他很不开心 而且妈妈还拿着棒子 追着他 打出家门 我很不开心 因为在我的妈妈眼里 我是一个没有诚信的孩子 说是做作业 我却在那儿玩乐高 然后 我想再说说第三件事 有一天 老爸给我出了一个数学题考我 我还不知道怎么做 老爸给我讲了十分钟 可是我还是听不懂 怎么办呢 然后 老爸就说我 学习不认真 还说我傻 然后 你看那个 他的那个对话框里面写的 长大一事无成 老爸你看那个样子 然后骂他的那个样子 然后 然后 他说 哎呀我太郁闷了 因为在老爸的心目中 我是一个学习不认真的孩子 问题出在哪儿了 我有那么差吗 然后 我反思了很多呀 我觉得 我是有很多的不足 可是呢 我也 我也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呀 我希望我的家人 能多重新认识我一下呀 你看 我有诚实 我爱音乐 我喜欢出去 我爱家人 我还爱帮助别人 我努力 我怎么怎么 我眼里那么差呀 哎 再想想我的家人吧 反过来想想 姐姐呢也挺爱我的 给我买各种礼物 然后呢 妈妈呢 还给我做各种各样好吃的 爸爸呢 还带我去非洲看狮子 他说 哎呀 家人也是挺爱我的 那问题出在哪了呢 孩子得出一个答案 他说 出在沟通上了 我们需要交流 沟通 其实我也很爱爸爸妈妈的 于是呢 他就去找姐姐 说啊 姐姐 我其实是想给你送礼物的 结果4S枪不小心弄响了 然后把你吵醒了 然后他就去找妈妈说 妈妈 其实我是想拿乐高小人 做这个画画的 这个去写生的 然后你误解我了 我不是玩乐高小人 然后呢 他就去找爸爸 说爸爸我确实不会 我也没学过 你再跟我讲讲好吗 然后就是后面呢 大家看见红色的这个九宫阁呀 他画的是什么呢 是他们一家人去吃火锅 他觉得吃火锅象征着团圆 于是呢 他画了一个封底 然后这些孩子们 他都是模仿这个 会本大师的方式去创作的 然后做这个封面 还做封底 你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九宫阁 你们发现了吗 一家四口啊 去吃的是什么 重庆火锅是吧 看 重庆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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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下面的这一个 你看见了吗 是什么 火锅重庆 然后那筷子和碗的摆放方式 你发现了吗 他是 别的人都是把筷子摆在左面 把盘子摆在右面 就他把筷子摆在右面 把盘子摆在左面 他说我觉得我在家里 总是跟别人不一样 我总是犯错 爸爸妈妈总是 觉得对我这儿不满意 那儿不满意 然后呢 我就觉得呀 有时候啊 孩子他不愿意 可能他在说话的时候 不能表达得很清楚的 小心思啊 他的小秘密啊 可能在画画的时候 他能够把它画出来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 家庭交流方式 然后爸爸妈妈呢 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看懂孩子画里面 他们的一些小心思 如果你真的能把画画的权力 给予孩子的时候 孩子他们的画是天马行空的 充满了想象力 而且最重要的 是他们都能通过画画来表达自己 于是呢 其实做这个绘本的这个美誉的研究啊 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它这个课程在实施的时候 有一定难度的 在我开始接触绘本 做绘本教育的时候呢 其实那时候是16年前了 绘本这个词在中国还比较新鲜的 可是现在呢 绘本已经是咱们中国孩子的日常的读物了 而且呢 绘本教育的机构呢 也日渐风靡 绘本美誉的商业机构也有很多 他们也都做得风生水起 而我呢 一直是在努力的路上 一直是在探索和前行的路上 2012年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设计策划的这样的一个展览 就是让孩子们 把他们的绘本拿出来来展览 现场挺火爆的 然后在展览的时候呢 我当时已经带了一批孩子 这些孩子最小的7岁 最大的才11岁 就是小学年龄以内的孩子 他们都能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然后这些孩子呀 它是11个孩子 然后画了12本书 其中的一本书呢 是大家合作的 然后其他的11本书呢 是每人一本 都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创作 有的呢 孩子呢 他特别喜欢剪纸 然后他就不用画笔去画 他就用剪纸的方式 创作一个他自己想画的故事 那有的孩子呢 他是不喜欢颜色 我就让他用黑白画的方式 去创作自己的一个故事 有的呢 是用油画 有的呢 是特别喜欢印东西 每次都在这个小板子上 刷一点东西 然后印一下 在那个上面 刷一点东西印一下 我就让他印个够 我就让他用板画的方式 去创作他自己的小故事 然后这11个孩子呢 在2015年的时候 我从2012年开始 连续做了四届 这个孩子们的 这个绘本的 这个小故事的展览 在2015年的时候 这11个孩子的12本书呢 做得非常有意思 被一家出版社给看中 而且给这些孩子们出版了 而且还再版了 所以呢 他们呢 应该是国际上 年龄最小的 然后原创的绘本作家兼画家 我也希望更多的出版社 能够愿意出版孩子们的绘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看见的 孩子们的绘本呢 都是大人给孩子们去创作的 大部分都是站在 大人的角度去创作的书 可是小孩子的书呢 也很有意思 我每次做展览的时候 我都会给孩子们做导展的 我在做导展的时候 是因为墙面上 挂的是孩子们的原作 下面呢 有一个小板子 我是把他们的作品呢 做成小书 放在下面的板子上去展览 可是呢 家长们看不懂墙面上的画 因为没有文字 于是呢 我就会给他们做导展 大家可以看到 那家长们呢 通过我的 通过我的讲解 他们才能看懂 哇 孩子画得原来是这么回事 原来是这样的道理啊 然后他们才会恍然大悟 可是在我的身后 有一个这么小的孩子 他根本不听我的讲解 他自己在那独自地看 他看的这个小书 他觉得他不需要我去讲解 可见 孩子和孩子的心灵 是相通的 所以我觉得 我做过一些实验 拿着孩子们的书 到幼儿园去 给小孩子们 这个讲故事 哇 孩子们很喜欢 他说那个谁谁就是我 我在家里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想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做这件事情 已经16年了 刚才呢给大家看了 画小人洗澡的那个孩子 大家还记得他吗 后来他的眼睛用布子蒙上的 他又画了 一起玩吧 那个孩子 就是我的孩子 这就是我的孩子 昨天的样子 他已经长成了一个 青春期的高中生 然后摄影师给他拍照片的时候 他在镜子里一看到 摄影师给他画的妆 画得很浓艳的 然后他说 这哪是我呀 他说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于是他坚持 要用纸棉 把他脸上的这个妆 完全擦掉 然后他还嘱咐摄影师说 不要把我脸上的青春痘 给我修掉 有几个痘痘多可爱呀 于是他原本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大家可能也从屏幕上 还能看到他脸上 那么多的青春痘 我特别高兴 他能够做自己 我更高兴的是 他一直能用画画这件事 来表达他自己 那在2018年的时候 他呢 也画了一本故事 其实呢 这些年来 他画的故事很多很多了 录起来很厚了 我也欢迎 如果在座的 有出版社的朋友 可以出他的书 也可以出我带的孩子们的书 让孩子们也看看 孩子们内心的表达 他在2018年的时候 画了这样的一本书 不寻常的夜晚 因为画了三十多页 今天呢 我不能占大家太多的时间 后面还有嘉宾 来给大家演讲 我给大家放几页 大家来分享一下 他画的是 在一个夜晚 因为一个烟头 引发的一个故事 他说这是猪猪 那个是带路 这两个角色 是他自己设计的 他们是同学 但是他们发生了矛盾 所以即使坐同桌 他们也互相不理不睬 你看一个头朝那边扭 一个头朝这边扭 互相都不理不睬的 可是呢 因为他们也住在 同一栋楼上 有一天晚上啊 发生了火灾 于是在这个整个 就是这个逃避灾难的 这个过程中 他们互相帮助 并且克服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我们看到的 右面的这一 旁边的这一页 有黄色的兔子 做消防员的这一页 就是他们 从这个楼里面 经过了各种困难 然后获救了 之后呢 他们就成了 因为这个躲避灾难的时候 他们互相帮助 他们就建立了 非常深厚的友谊 我觉得这也是 中学生中 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 因为在中学生里面呢 他们现在也开始 同学之间 有了小小的闺蜜 然后呢 也经常会发生毛洞啊等等 他的这个故事 也完全是在 表达他自己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觉得画画 就是孩子表达自己的 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让孩子们去 画他们自己的故事 把这个绘画表达的权利 赋予孩子 不要剥夺他们 想表达自己的权利 而我们家长呢 也通过孩子的画 能跟他们做深度的交流 也能读懂他们心里想说的话 所以呢 我今天呢 想以一个妈妈的身份 和一个美育工作者的身份 想对所有的家长们说一句话 当你的孩子不想说时 让他画一幅画吧 难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